奋客没有用 就当命运之神 把你推向那勇敢的时刻 希望你能够像你想象中那么勇敢 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两个胆怯的人 都认为自己胆怯的人的交流 会非常震恨我身上的不勇敢 但其实还是不知道 就可能现在演的剧本是这个剧本 不知道哪天会拿到另外一个剧本 有个现象你知道叫做Z世代 Z世代就是在1996年之后出生的 他们的世界就完全是社交媒体的世界 这些孩子的自杀力抑郁症都要比别的孩子要高 而且他们的社会经历要比别的孩子少 年轻少女我们最娇贵的花朵 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照片 晒自己的生活 那一堆无聊的人就在攻击 所以你看韩国现在很明显 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基本上没有不受到语言攻击 网络攻击的 所以他们自杀力特别高 所以这种verbal violence 其实他的这种伤害性不可低估的 不可低估 我们老以为船头打人伤人 其实最伤人的是心理的伤害 你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 又是往往恶意的 所以对这些孩子们的伤害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性的冲动 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有行业都是吧 都是一样 我特别担心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创造精神 可能会上失 过去我们去读一本书 我们跟着那个男女主任公去游历 看个电影听个音乐 这都是在虚拟世界里 那这那这一次的就是所谓的互联网 这个social media 这个虚拟世界到底跟之前的又是什么 小说作品是这个作者给我们构建的 而现在虚拟世界是你自己构建的 作者他起码有智慧有精力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思想家 还有哲学家心理学家 包括电影文学作品在讲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装身梦蝶 那么我是在梦中的 还是在蝶的这个梦中 但是最终世界的所有的真实 最终都是心理真实 对 就比如我们都可以成为南科 我们带一个头盔 就进入南科的世界 那个黄粮一梦不断的做 对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梦 这个梦 问题就是说你选择相信什么 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来 因为这个黄粮一梦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 限制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有一群人 那么这一群人肯定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黄粮一梦 最容易建成的呢 还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他如果在虚拟世界他也是一种巨大的真实 那可能现实生活中反而对他来说不真实了 大概是从这个2004年开始 美国加州大学圣特巴布拉分校的一个教授 马斯洛维奇就开始研究虚拟心理学 他发现就是人其实在虚拟世界里头可以选择很多的身份 但是有一个身份他很难辨 是什么呢 是他的taste 是他的这个味觉 就是他的现实是有爱喝咖啡 到虚拟世界里头 你让他恨咖啡做不到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对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我们的吃 我们的喝 我们的性爱 我们的味觉 嗅觉 听觉 触觉 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人的特别重要的心理本质 我就经常讲 你得摸摸自己 你的文文鲜花 你得看看漂亮的男孩女孩 这个时候你可能唤醒自己人性的感觉 要不然脑袋想康德 尼采 斯宾诺沙 最后你可能就真的要出问题了 所以说 世俗可能也是我们人的高贵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基础 这个 这个 真有意思 那我想问你 你看你看我们描述中国人的时候 一方面中国人很实用 就是有一种实用的乐观 但同时每个中国人又有很多忧虑 我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 好吧 你拿出手机来 对着你的脸照张相 照张快照 不要连拍 也不要美颜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你的这个相 面相 对对对 这么直接 相由新生 好 我们发现就是一个人就特别快乐 特别幸福的时候 他有三个特点 第一呢 他这个嘴角肌往上扬 不是你这样往下 第二呢 他的颧骨肌往上提 不是你往下搭了 第三呢 他的眉毛 其实呢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往上扬 他的眉毛是一种弧形 关键是他眼角肌有这个皱纹 如何去了解一个人的心情状况 就让他照张相传到我们的后台 我们后台呢 就马上给你一个心情分析 这个方法呢 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edia lab 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 就是面部这个信息反馈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笑脸呢快乐和他不一样 我们中国一般是不漏声色 我们担心的事情太多 我们优越的心态多 另外就是我们攀比太重 为什么有这么实用的乐观呢 就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教育其实一直是乐观主义的教育 从孔子开始 孔子不有鬼神 不有死亡 对吧 所以说这个文化 不担心看不见的力量 对 他一定是往这么走 但是日常生活又好像被无数看不见力量所左右害怕 就是这就是一个矛盾 就是说我们没有学会如何去分析 如何去理解 如何看得到那些看不到的力量 没有 我们中国人永远是在优落之间徘徊 对吧 要不就是这个以物喜即悲 要不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即悲 老是这个优落之间不断的这个起伏跌宕 小时候评论家下之清就批评中国二十页小说家 就是说过分的赶食忧果 他认为他压抑了真正的创造 某种意义上的创造力 对 你就发现这些 西方的哲学家 西方的人文主义大师 艺术大师 他们基本上就是只曾经在自己的学术业务中间 很少提倡入室的 把自己和这个社会分开 甚至可以叫做格格不入 他觉得才能产生大智慧 但你看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要做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对吧 那格格不入是创造力的来源呢 我觉得格格不入是一种第三者的角度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事物的规律搞清楚 你参与进去 你本身就带来了很多的偏见 就像这个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 那么你要是用一个工具去测量这个微观世界 你这个工具本身就成为一个干扰的因素 他永远测不准 我现在跟您这两次聊完之后 我就对心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和那个 这个文化最后到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心的 您刚才说中国就是您的细节 那是一个差别最大的 类外因就是西方人他真的相信有一种事情叫做本质 真的认为坏人有一种坏的本质 而这个坏的本质是可以遗传可以感染可以渗透 我们中国人不太相信本质 中国人还是强调非本质论的这种情境环境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差异 邪恶这个概念咱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我们当年做的研究就是因为这个卢钢杀人 就是我北京大学的一个物理系的一个同学 我认识他 你认识卢钢啊 很轰动啊 为什么认识卢钢 83年他要到美国留学想找对象 然后他就跑到心理系找我 他说这个老鹏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找我太太 我们促和了一个他我太太的石友 哎这个两人谈了两三个月嗯分手了 后来这个女孩嫁给卢钢的同学 哇这你看很巧啊 这1991年的11月2日哇我当时打开电视一看正好就播卢钢杀人 他打死了五个教授 而且四个是提名诺贝尔奖 把这个爱华物理系打回到石器时代 所以我当时感慨就是如果当年那个女孩跟他结婚啊 卢钢就不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然后我的那些美国老师 他听到这个故事 第一句话就是真的为你太太的石友高兴 哎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 他说如果他嫁给卢钢的话 他今天也会死在卢钢的枪下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叫做反事实思维 我们就做研究啊 就是在中国找了一批人 美国找了一批人询问 假设卢钢在中国会不会杀人 假设卢钢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中国认为不会 美国人认为会 为什么 他是个坏人啊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Evil就是有本质的存在 就是本质 后来这篇文章送的那个杂志叫JPSP 叫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那编辑很厉害 但他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卢钢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解释卢钢杀人是受环境影响 是不是面子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坏事啊 我们怪环境对吧 我迟到了是交通堵塞 不是我自己懒 那怎么办呢 特巧一个月之后 一个美国人跳出来 打死了五个人 一模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立马把这个美国人的故事 给中国人看 就假设这个Michael Wang 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有孩子会不会杀人 中国人认为不会 说明什么话不是面子 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个研究一下子就震惊美国世界啊 其实在94年发了那篇文章之后啊 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做高管 我就很兴奋 我就找Nisbet 我说你给我写个推荐信 Nisbet 拖了好张事件不给 我就急了呀 我说人家那个 要我马上答应呢 Nisbet 把我叫到他的那个屋里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在花园里 他一个小花园 我在那边 然后坐下来两人喝啤酒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震撼 他说 上帝 派我们人到地球上 是有目的的 我当时就不以为然我不信教嘛 我说日子有点过了 他说你想过没有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教授 你是一个中国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中国人 结果我们在密西根安博这边来合作 而且我们做出来这么优秀的论文 他说你的使命就是要做心理学 这么一说搞得我就不好意思了 我就觉得我还是真的应该 老老实实做学问 不过有时候也在后悔 人家也不是后悔 在幻想一下这个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那当时2008年 绝定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内外因的交互作用 就是中国等于变化 我在美国我都知道 我将来会干什么 守着退休金 带着老婆周游世界 那么写书 历说看到自己3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其实挺恐怖的 我到中国来 我永远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历史的关头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后来召集回国 去做一些工作的原因 觉得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变迁 错过了一个变迁 不是因为说我多么了不起 是我没有去参与 没有去见证 没有去推动 我觉得有点内疚吧 而且也是第一个 也是第一个 因为我创建了这个戏 就即使这个戏搞得不好 将来清华历史上还是有 第一任戏主任 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 我对于更小的时候的成长经历 我好像基本上没有找不着 小时候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期待 没有期待 因为没有大学了 对吧 就是准备 准备相生相的 被子 褥子 扁担 都准备好了 因为踩过点了 就知道那个都是我们这些教师的孩子在那地方 种田 赚公分 但是后来 所以人命运本来是那个样子的 对 什么时候知道高考要恢复了 可以考到 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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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还在初中念书 我记得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 有一天下午办完这个板报之后 回家的路上 结果从我们老师的办公室里头 飘过来一段特别优雅的音乐 当时我就弄住了 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音乐 就是真正是天类之音 然后这个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说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斯特劳斯的溜冰原舞曲 当时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还有斯特劳斯 还有原舞曲 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 一个少年然后突然听到斯特劳斯 对 那种斯特劳斯到了悦养 等于声音是您感觉到时代变化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度 对 所以我们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是震撼 然后后来就开放了 改革开放了 该读书的时候大学开门了 确实我们这代人很走运 但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是这个教育部 在1978年才批准成立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系 我都没听说 我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心理学 我是报的是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 是希望研究地震 我也问过赵森办 赵森老师 他们说因为你写了一句话 愿意服从国家分配 所以国家心理系没人报 就把你分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 我这个学习 就是立开尔就是一个失控的人生 就是一个失控的人生 对 我们中学的老师 听说我被北大心理学录取 都要流眼泪了 觉得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前途被摧毁了呀 对吧 心理学是大家真的是瞧不起的 天然化的 上学的时候 我对面就是心理学系的学生嘛 我就说他们整天游手好闲呢 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呢 很容易混过去感觉 是 因为确实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培养计划 也不知道一个学科定义 所以我们那一年其实很惨的 我们什么课都学了 有机化学 高等数学 还有这个高等物理学 甚至无线电 我们的老师 他就说你们学心理学 早了20年 有同学就说为什么呀 他说中国人现在还在为温饱而奋斗 心理学是个调味品 它不是个必须品 所以我们不需要 三年级开始 我们就开始变了 就开始教社会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精神分析 真正的心理学的学科 才知道这个心理学 不是那种科学的一种抽象的概念 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去美国 要读个博士 受一个科班训练 如果从一个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该怎么去描述80年代那样的 我觉得80年代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躁动 他有一种舍弃一介往前跑的这种精神 但他又是一个经过创伤之后的一个时代 对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 今天发现 就是说很多这个青春期的问题 它也包括童年的一些伤害 一些影响 而这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 在我们的文化的潜意识里头 比如说这代人受过巨大的一个创伤 这代人体验过极其的很大的力量 一个社会 他怎么传递这些东西呢 这就是心理学发现让我们沮丧的地方 就是这种全程下来的不是时代的 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 就是时代精神很难传 全程下来的是文化 几千年没有变的这个文化基因 时代精神它就是一代人 30年一代换一代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得到 我们无法去向下一代的人告诉我 他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是要叛逆的 而且他们对他们是要反叛你吗 他们你越这样我越要反过来 代沟啊永远存在的 我都不指望就是把我们80年代那种青春勃发的开放思想告诉下一代 他们不一样的 没有必要担心下一代会受我们的影响 这点什么时候您比较明确的意识到 我是这几年 我刚回国的时候还充满了理想主要 要推动各种推动各种 对我觉得我可以影响下一代 让他们更加继承我们的这种思想传统 虽然我的影响还在 大家也尊重我 对吧 我讲学术 大家肯定是听的 但我讲这些人生道理 其实已经对下一代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 也没说没有任何 就是说有限 有限 那有凑败感吗 没有 我现在有一种超然感 所以你心里没有高下之分 我觉得没有 那并不觉得有的一代人 他们更包括勇敢 理想主义更有创建 有的一代就更平常 咱们老一代的那些革命先烈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就他们的责任 我们这一代做我们的事情 下一代做下一代事情 这个时代精神 是已经被很严格的证实了 但是呢 就是说 但是有一些时代精神 就会被铭记得更远 更远 对 有一些时代精神 可能会慢慢地成为 这个民主的精神 或者文化的精神 但是也不要高估 包括你刚才我们聊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 犯道德化 其实本身上在摧毁道德 那对 但下面这个逻辑链条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都会习惯这么说了 我都 你这么一说 都没好好想过 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认同 道德是自律 而不是他律 比如说有一种道德主义 叫做道德完美主义 就是你得做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如果道德不高善 那个强行让你成为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我之所以让你道德高善 不是为了惩罚你是基于爱 因为我想让你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不能看黄色小报 因为你这样道德不高善 路边上看了一个人 你得救他 但是很多时候 人是达不到这种道德高度 这样的一种规则 很容易导致虚伪 道德是要求自己的 而不是要求他人的 但这种泛道德倾向好像始终是非常之强烈 现在好像再度变得强烈起来 怎么说呢 我还是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东西具有相似性 但是它并不是具有相同性 在某种意义上 我现在越来越拥抱法律和道德是一元的 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但是 我个人 更拥抱的是所谓的消极道德主义 而不是积极道德主义 什么意思呢 所谓积极道德主义 就是以道德作为惩罚正当化的一种依据 只要一种行为违背了道德 那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对他进行惩罚 那这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 塑造成英雄 但是这样一种道德的治理方式 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 消极道德主义 就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出罪的义局 作为一种正当化的义局 一种行为如果在道德上是值得谴责的 那他不一定是犯罪 但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生活 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 那他就不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法律其实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就是我们要宣布国家法律的 这个权威性 但是我们在良心的时候 我们充分考虑到人性本身的那种软弱 这最典型的就是帮助自杀的定性问题 绝症长生 不想拖累家庭 让自己的家属说帮我买个药吧 我实在不想活了 不断地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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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没办法 女儿给他买了瓶药 妈妈说 你离开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所以你三个小时后悔了 他在三个小时后 母亲就喝药了呀 那这种行为在我国法律中 他肯定是故意杀人没有问题 因为这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 人没有权利承诺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在良心的时候 司法事件中通常都是 盼徨起来 就是因为 首先他违反了一个基本的戒律 禁止杀人 但这种行为 道德生活中 人们会觉得很同情 容忍 那就可以在刑罚的处罚下 给他于缓写 这个有意思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 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或不同案例的时候 会有 发现公众有一种朴素的 正义之心 或者说道德之心 对 但同时 经常有发现他们所谓的 另一种朴素的正义之心和道德之心 又是一个高度压迫性的 包括因为不同的时代 这种技术变化 都会使大家有一种新的道德参与 正义参与的方式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建造最强的就是 这么大规模的通过网络来参与 道德审判 甚至是正义审判这么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是需要程序 法律强调程序 因为法律它一定是一种会存在错误的一种过程 司法一定会有错误 但是司法的错误如何能够被人所接受 就是它是强调程序的 通过程序所推导的过程 即便错了 那这也是程序本身所推导的 民众很多时候 它是希望撇开程序 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种正义 而这种正义反而会导致一种非正义 就行侠仗义 最后呢渊渊相报 会量成最大的灾祸 所以我们法律在很多时候 就是为了追求秩序 那追求秩序 我们就会认为在程序中 我们才能达到一种可见的正义 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 有瑕疵的正义 我们小时候都会迷恋这种结果正义 瑕疑之心这种东西 这对于是怎么样可以慢慢修正过来的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我觉得就是法治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确实没有法治的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从来都认为规则是针对别人的 规则不是针对自己的 强人一定是跳出规则之外的 所以我以前看西游记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孙悟空以后的战斗力越来越low 对吧 后来我才发现别人孙悟空是成熟的 别人遇到的是首先找人 也就是说这个没关系的妖魔鬼怪怕全都打死 只要但凡有点关系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它就很明显的体现出 我们对于规则本身的不尊重 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我到现在都背得出李白的下课行 对 赵克曼呼应无果 双血明 银安赵白马 萨塔如流 你多爽 那后来你慢慢的会发现 如果正义靠这种途径去实现 那一定会导致更大的武装 就往往是善人的愿望 把人们带为人间 嗯 所以这种转变是大概什么 那才是法律的训练 因为法律的训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 程序证明 嗯 要警惕实体证明 要在程序中去追寻证明 换言之我们就建立了个游戏规则 最后这个游戏规则导致谁输谁赢 嗯 很遗憾 所以说从我们对孙悟空 韦小宝的 对 令狐冲的迷恋 对 是特别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 怎么说的 对规则秩序 对法律的意识的 它就是一种 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法治的光面 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 我就一定是好的 嗯 但是动机好 不代表 而且是不是更背后是一种对一种 不负责任的自我的寻求 对啊 它就放纵了 放纵自己的激情 放纵自己所谓的正义感 嗯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 因为我们都是 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 嗯 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是要受到节制的 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一种程序的正义 嗯 即便那种程序的正义 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正义 它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怎么说这种社会里面 比如大约宋文峰的米莲 嗯 那种正义的放纵 或者说这种宣泄 变成那种表达自由的方法 是 那肯定会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治 其实 很大程度上 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它的一个结合的过程 就是法治 它首先强调权力本身是要受到原属的 嗯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约束的背景下 那么慢慢的 其他人也会愿意去约束自己 嗯 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嗯 它不可能是一个单向 所造成的 嗯 最近我真是 碰到因为在看你写的那些东西 那些感觉 等于我们这个年龄前后的那段记忆 就90年代塑造那段记忆 慢慢开始重新显现出来了 你看过贾三哥的小五 哦 就那种感觉 就基本上那种感觉 就贾三哥确实拍出了我心里 想表达无法表达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那种感觉 嗯 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 人生中的成就就很坦实了 我身边很多朋友 就我小时候的王伴 就是像坐牢的 嗯 吸毒的 得陈黑病死掉的 嗯 把陈黑病就这样 40多岁嘛 嗯 啊 最要好的朋友在干嘛 那时候想 想说最要的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 嗯 他们觉得我混得好了 我觉得不想麻烦我 嗯 对我们这代正好是那时候转折很大的时候 变化很大的 我当时我们靠边 公认最聪明的 最勇敢的一些人 就是他在生活中非常不舒服的 嗯 对 而且有非常的显著的 就是我们年那时候九十年代看这些书 然后我们都误语都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突然发现啊 原来我们相信的东西是咱们边缘的一件事情 你如果给学生带着读这个通往奴役之中吧 嗯 通往奴役之中的最后一页 就当时听江平的一个 想做 我也没带笔记本 你都拿了一本书做的笔记 嗯 九九年 记得啥 记得 那讲的是专业性问题 嗯 讲的是这个美国的个人合伙 以前合伙是无限责任 嗯 就合伙人要承担无限责任 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后来慢慢出现了ILP 就limited part 嗯 有限责任合伙 又出现了LLP 又出现了LLLP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 市场发展是无限的 嗯 就法律制度只是适应市场经济的一些需要 就法律不可能超前 法律只可能滞后 那就正好因为当时看哈耶克 哈耶克就是警惕人类的乐观主义 就是你不可能计划出一切的东西 你只能去尊重这种自发自身的秩序 意识导这点过程还挺难的 没有 要用自发性 就包括自己 就包括你自己对自己的乐观主义 对理性主义的警惕 嗯 那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理采的呀 嗯 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去喜欢读这种意识流的东西 嗯 喜欢读这种小段论术 跨 把你内心中快感 快感 试试的阅读 试试说 嗯 动人啊 对 很动人啊 但你后来发现这哲学家都不过正常日子 对 让你每天过过正常日子 每天做做饭 每天带带孩子 每天 对吧 去医院 刮个号 嗯 啊 前几天我这个 今天亲戚要来北京看病 嗯 挂不着号 那我找人给他挂号 我哪找得到人啊 嗯 我左想右想 我找了一个号放着 嗯 终于说挂上了 嗯 但是现在还悬耳被决 我不知道号放有没有骗我 明天才能取号 嗯 但是亲戚已经来了 嗯 我说号挂上了 但是你说明天如果没挂上 已经从湖南来到了北京 号没挂上 我被号贩子骗了 嗯 我在想我要不要告号贩子 我也很纠结 我真的挂不着啊 我我我每天我都在那个点 我我抢啊 我抢了好几天啊 我每天一到三点我就抢啊 我抢不着啊 那你说你是找人 还是找号贩子 我不知道 嗯 对 我觉得大家完全是非理性 你考这个考试有什么意义呢 真的能赚钱吗 不一定啊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要注意 律师的使命是什么 就我们其实都算有有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某种意义上有自信和充满希望的一代人 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改变一些有种乐观的 好像这乐观的中年时候都遇到巨大的挫败感 就是普遍的挫败 但这种挫败 你在挫败之中也需要继续挣扎 你不能被挫败所吞噬 他的语言方式当然可能看起来更符合B站 就是年轻一点的语言方式嘛 挺搞笑的语言方式嘛 但这不是不是他的 就是他的下面肯定有很多别的想法